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调查团,我是琪琪 中国有糖尿病人1.141,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换言之,也就是全球每三个糖尿病人当中 有一个就是来自中国 11月14日就是世界糖尿病日 今年糖尿病日的主题就是健康饮食 今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去探讨一下糖尿病人应该如何健康饮食的问题 你觉得糖尿病会有什么症状? 保守和食育不振 应该会突然间消瘦,还有就是虚胖 饮食增多,上次所频繁 保守、高血糖,容易出现头昏眼花 这些都是糖尿病的症状 糖尿病一旦确诊就需要终身服药 糖尿病病化通常伴随着肾脏和心血管疾病等的各种病发症 你是不是糖尿病的高额人群? 糖尿病的高额人群是一个遗传因素 有糖尿病的家族史这些人群都是一个高额人群 另一个就是一个不良的生活習慣 就是暴饮暴食,吃东西比较肥膩,吃肉类比较多 还有一个就是肥本的病人,这些都是一个比较高额的人群 目前还未发现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根治糖尿病的 只是可以依靠控制饮食和运毒来缓解这种症状 再加上现在低脂低糖也都逐渐成为一种潮流 上映这种趋势,无糖食品就这样出现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大家健康意识的增强 很多人会选择标榜着时尚健康的无糖食品 面对这样的宣传,你会有点心动呢 那他有没有买过一些无糖食品来吃? 有啊,有啊,现在都很有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无糖食品应该可以吃了 那他吃了那个无糖食品之后,症状有没有缓解,有没有好一些? 无糖食品的话,现在都控制得挺好 不要吃那些甜的,小吃多餐 糖要变的话,最好就是吃一些水果,低糖一点的水果 所以会比那些无糖的或者带糖的东西要好一点点 无糖食品其实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但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面,无糖就等于健康了 有些年轻人为了减肥都会选择无糖食品的 原味恒人家无糖食品很棒,又健康又不怕肥 我说晚上会饿,吃东西又怕肥 妈妈就去尝试给我买了这个无糖的,还挺好吃的 怕肥的人还是喝无糖的好 很多人都知道糖尿病人是不敢吃甜的东西 照这样看,无糖食品似乎是专门为糖尿病人量身订造的 但有观众向我们报料,说他吃的是无糖的汤丸 但吃了之后,血糖还是升高了 那又是为什么呢? 究竟糖尿病人是不可以吃无糖的汤丸 只是无糖食品都不能吃呢? 我们马上展开调查 家里在天河的谭先生患了糖尿病很多年了 一直以来他都很注意控制饮食 每天都会拆血糖的 但是这个早上和平时不太同 他和平时一样去测空腹血糖 血糖酥值正常 然后他开了一包无糖汤丸 煮来做早餐 吃了几只之后 谭先生突然觉得很头晕 甚至视力模糊 谭先生立刻再测血糖 发现血糖值突然升高了 接到了报料之后 我都去谭先生家看过他吃的那包无糖汤丸 上面的成分表的确是写着糖含量 但是为什么谭先生吃了之后 会有血糖上升的现象呢? 糖尿病患者是不是真的可以放心地 食用这些无糖食品呢? 说到买东西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超市买 于是调查者来到一间位于市中心的超市 看看这里有没有无糖食品 让我们看看有没有无糖食品 先来吃 喂 奇奇 你不要喂食了 我们今天来超市是有任何的 收回你的口水 经过一番的寻找 发现真的有很多无糖食品 有无糖饼干 无糖芝麻糊 无糖染脈等等 而且购买无糖食品的人还要很多 美女 我想问你为什么会想买无糖食品 我因为怕肥 所以我就买这个 打算无糖食品就是比较健康 先生 你好 我看你买了很多无糖饼干 为什么你会选择买这些无糖食品 因为我觉得这种无糖饼干 吃起来会对身体比较健康 在一个我女朋友她比较喜欢吃饼干 我也不想她身体发胖什么 所以就这样子 看来无论是不是糖尿病患者 很多人都会选择购买无糖食品 但是所谓的无糖食品 是不是代表着健康呢 在超市实地调查中 调查员都看到 由谭先生购买的无糖汤圆 包装上面的确写着无糖 那为什么食用之后 反而是血糖升高呢 其他无糖食品吃了之后 会不会血糖都升高呢 而为了调查清楚 调查员联系了广东药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的叶主任 我现在来到了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刚刚我们录制节目的这一天 亦都是世界的糖尿病日 这里亦是举行了一次的糖尿病移诊活动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医生 正在为前离的街坊进行移诊 待会叶主任就会在前离咨询的街坊当中 选三位作为我们的志愿者 随后医生帮我们选了三位糖尿病患者 在连续三天他们血糖值正常的情况下进行实验 三位患者年龄、病龄都不同 分别是孙叔叔、李阿姨和李大姐 其中李阿姨和李大姐是两姐妹 她们都有十年以上的糖尿病史 而家族当中很多亲戚都是患有糖尿病的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医生都说过糖尿病是有违存因素 家族中患有糖尿病的很容易会成为公民人分 而且目前还未发现任何一种 可以有效根治糖尿病的方法 糖尿病患者必须在饮食中控制血糖 那么无糖食物到底会不会影响血糖呢 我们先在我们午餐结束两个钟之后 进行第一次的血糖测试 三位志愿者参考两个钟的血糖值分别是 八毫摩尔每升、七点九摩尔每升 和六点九摩尔每升 最后调查院等他们吃了 毛糖食品中最常见的毛糖饼干 哈啰 叔叔阿姨你们好 护士在三位志愿者吃了毛糖饼干半个钟后 再一次检测他们的血糖值 这块小小的毛糖饼干 会不会影响他们的血糖值呢 血糖的检测情况已经出来了 我们首先来看看李大姐的 李大姐第一次他的血糖情况是七点九的 在吃了毛糖饼干之后 他的血糖也是七点九 没有任何变化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李亚依的 李亚依第一次的血糖检测是八 在吃了毛糖饼干之后 他的血糖是有所上升的 大家看看他在第二次的血糖检测当中 是八点一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年龄比较大 而且病龄比较长的孙叔叔 他第一次的血糖情况是六点九 在吃了毛糖饼干之后 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到 孙叔叔的血糖是有所上升的 是上升了0.2也就是7.1 通过了我们刚才这三位志愿者的检测 我们可以知道 吃了毛糖饼干之后 有两位志愿者的血糖是有所上升的 其中一位是保持不变 那不是说毛糖饼干吗 为什么吃了之后 血糖还会上升呢 其实是一种误区 好像很多人都是一种误区 就觉得自己 我吃的东西没有糖 血糖不会高 甚至有些病人说我不吃饭 我少吃饭 或者不吃饭 我血糖就会控制得到 这个不是的 因为只要你 好像刚才那个饼干 因为饼干 糖尿病患者吃了以后 血糖都有升高 吃了毛糖食物 为什么血糖还不会升高 为了毛糖食物 是不是真的不含糖 糖尿病患者 在选购食品的时候 都会注意包装上面 有没有毛糖和低糖的字眼 那么除了包装 在味道上面 两者有没有区别呢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调查院又来到一间小超市 我们来看看她是准备做些什么 这个是毛糖的 让我试一下 忘记再买单 其实琪琪在吃的时候 天涛已经去帮她买单了 各位观众 千万不要模仿 不是啊 甜甜的 不是说毛糖的吗 什么 毛糖饼干吃上去都是甜的 你怎么搞的 都是拿给街坊试一下 那你一个不会比较甜一点吗 真的吗 没有味有点味 这个甜一点 这个甜一点 那这个呢 这个没有那么甜 这个好像比那个甜一点 都甜的 但是这个可能会更甜一点 这两位外国朋友 都觉得毛糖饼干有点甜味 经过一番的街头试食 我们发现大部分街坊都觉得 毛糖饼干是有甜味的 除此之外 调查员都试试了字幕开头 报料人谭先生购买的毛糖湯丸 嗯 叔叔不是说毛糖湯丸吗 但是很甜 那为什么飘名绝不含糖的毛糖食品 吃起来都是甜的呢 哦 唐神是你 咦 咦 现在这里很高的糖含量是多少 好 各位 先做个检测 通过了前面的调查 我们可以知道 市面上的一些毛糖食品 糖尿病患者吃了之后 血糖依然是继续上升的 那我觉得奇怪了 不是说毛糖食品 为什么我们吃起来还是有甜味的呢 难道毛糖食品也有糖的成分 那我现在就要去广州大学的生化楼 为大家做个检测 今次调查员来到广州大学 是为了检测食品中的总糖和蔗糖含量 因为蔗糖容易被人体急修转化为葡萄糖 从而导致血糖升高 是所有糖尿病患者的恶目 而检测总糖就可以知道 样品中除了蔗糖 还有没有其他的糖分 调查员带来的检测样本有 毛糖饼干 和同一牌子的有糖饼干 引起谭先生血糖升高的毛糖汤丸 和同一牌子的有糖汤丸 检测人员接过调查员带来的样品 开始进行总糖和蔗糖的检测 到底毛糖食品是否真的不含糖呢 血果马上结晓 经过检测 发现毛糖汤丸和毛糖饼干里面 都可以检测到蔗糖和总糖 为何毛糖食品里面还有糖分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毛糖的 或是有糖的饼干和汤丸 里面的总糖含量 都是比蔗糖含量比较高的 我们平时讲到的糖 大家都会觉得是咒者糖 其实里面都可能含有 淀粉 糊蒸 或者一个糖等等 它会经过口汤 我们消化之后 就会分解成葡萄糖 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反应 使得人体吸收 另外我们食用过程中 可以看到 无论是饼干 湯丸 里面都含有不少的油脂 原来除了蔗糖 毛糖食品中 还含有很多淀粉 碳水化合物等的热量 这些热量 同样会被人体吸收 转化为葡萄糖 从而导致血糖升高 那毛糖食品吃下去有甜味 是否就因为这些热量呢 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毛糖食品 大有甜 最主要就是加了一些叫代糖的东西 包括一些木糖醇 就是阿斯巴糖等等 这些叫代糖的成分 它会导致一些食材 吃起来甜的 但是实际上毛糖的成分 就会对糖尿病 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我只能说特殊的意义 因为很多我们平时吃的食物 例如有些饼 特别有些月饼之类那些 虽然不甜 但是它有碳水化合物 在里面的淀粉 然后会转化成糖 会导致这些糖尿病的病 血糖升高 所以我们吃这些食品的时候 要插两眼睛去看这个标签 一定要看清楚这个食物的成分 是什么 代糖是指不含砂糖 蔬糖和葡萄糖的甜味剂 指面上有甜味的毛糖食品 就是属于这类代糖食品 很多商家都说 推出这些代糖食品 是为了让那些想吃甜的 又不敢吃糖的减肥人士 或者是糖尿病患者 那到底糖尿病患者 可不可以放心吃这些耐糖呢 代糖其实是可以使用在糖尿病患者 因为代糖本身是甜的 但实际上它是不会影响血糖的升高的 那我们就可以指导患病 如果你吃甜的东西 譬如你真的想吃两块甜饼干 那一两块其实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或者可以吃两块高纤的 但是高纤也不建议太多 那适量吃一两块在血糖保持稳定 控制得比较好的时候 其实吃一两块 特别要在营养医师或者医生的指导之下 食用的话也是安全的 调查到这里 我们终于知道了毛糖食品当中 导致血糖升高的凶手到底是什么 就是淀粉和碳水化合物等等的热量 那糖尿病患者应该吃些什么呢 水果这么甜 我想应该不可以吃吧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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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你说了吗 都说没事 我媳妇这么年轻一下呢 咋可能都有糖尿病呢 可是隔壁的女生那么年轻 就得有糖尿病 我们要不要去光线一下她 好 好 好 那我去拿点水果 然后去玩看看呢 不行 糖尿病人不能吃水果的 你有没有一点常识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那糖尿病人能吃什么 我们要给她吃粗粮 粗粮啊 对啊 粗粮的 因为不含糖 那我千万不吃 不会说了 哇 看来情影剧当中 女主人工的想法跟我一样啊 那水果这么甜 到底可不可以吃呢 我们吃水果有限制的 就是原本是11 餐头11以下呢 我们是控制可以吃到 譬如一个屏幕底 一一二一一 那里啊 西瓜多少片啊 油多少片啊 如果是车来自己多少粒啊 那我们就控制 那如果超过11 那我们的血糖是控制不太好的 那我们就会帮她 叫她这几天吃了 你先把血糖控制好 然后再过来吃 再过来帮你 那个考虑吃多少 医生还告诉我们 水果里面含有的糖 是果糖 而不是葡萄糖 果糖要变成葡萄糖 是需要时间 和一定的量的 所以果糖是不会令到 血糖突然升高 而且它还可以刺激 乳倒素 有降糖作用 所以要吃水果都可以 但是不能吃太多 也不能吃含糖量太高的水果 医生就建议糖尿病患者 最好是吃些含糖量 一百分之十左右的水果 例如是苹果 草多啤梨 土 而甘蔗 香蕉和山楂 鱼糖量较高 不要吃太多了 说到控制血糖 关键是要控制饮食 到底如何控制呢 很多医生都说 要计算每一种食物的热量 但如果是这样 可能会做得比较麻烦 我计算了相关的专家 专家教了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给我们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养食良好的饮食习惯 其实就很像牛奶 牛奶本身的饮量是很高的 作为糖尿病人 应该如何饮食 才可以饮出健康 好 下面我为大家示范一下 现在我将牛奶煮滚 好 这些牛奶已经冷凍了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层很厚的皮 这层皮就是牛奶的所有脂肪 糖尿病患者在喝牛奶的时候 可以先用筷子将一层皮搅拌走 然后再喝剩下的牛奶就可以了 作为说多人 我们平时煮菜之前 都会很喜欢先用油 将姜葱爆香 但这样的话 是不适合糖尿病的饮食 因为这样的话 会增加更多的油脂 作为糖尿病人 应该怎样做才可以吃出健康 同时又可以吃出姜葱蒜的香味 其实方法很简单 下面等我教大家了 大家看到 我现在手上拿着的这碗 就是用姜葱蒜浸出来的水 首先我要开锅 但锅烫了之后 我们将水倒入 现在再加西蘭花饼 我現在已經可以聞到很大股薑蔥鑽的香味 而這個西蘭花現在慢慢開始變焗了 好,現在可以上鍋了 這樣炒出來的菜不單有薑蔥鑽的香味 同時水亦會帶走一部分的油脂 令菜裡面的熱量大大減少 真的很香 不過最後要提醒大家 這些小貼士只是在這裡輔助作用 糖尿病人在吃東西之前 還是要知道自己的血糖情況和食物的熱量 千萬不要因為某些食物而量低 就不停地狂食 下面我們繼續來聽聽 專家在飲食方面有甚麼建議 無糖的巧克力 這些能量不高的 它都沒有問題 最關鍵是糖尿病病 吃用這些無糖的食物 我們應該看清楚標籤 看它的主力的能量 熱量有多高 如果熱量是低的 我們可以食用 如果熱量比較高的 就算它無糖 不甜的、鹹的 我們都沒有辦法食材 調查到這裡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史上很多無糖食品 只是不含或者含有少量的蔗糖 而其他的澱粉和碳水發合物等熱量 同樣被人體急收 轉化為葡萄糖 也就是說 少有過多都會導致血糖升高 其實無論是否糖尿病患者都好 在平時的飲食當中都要注意控制熱量 因為如果熱量少有過多 又或者缺乏運動的話 都很容易會成為糖尿病的高危人群 如果已經患有糖尿病的人 就要更加注意了 不要以為無糖食品可以放心吃 因為很多無糖食品當中的熱量 其實要比普通食物更高 總之一句話 少熱量、多運動就沒錯了 好了,今期節目是這麼多 我們下期再見,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